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华并未提出留宿之事 晚上还是回到将军府里 此刻 他正看着书桌上的一幅画像 那是凤九的郎君 英俊潇洒颇有贵族气势 凤九告诉他 他们是清秋国的王侯之家 东华一早有猜测 他料定凤九不是普通人家子女 众林今日跟着东华 他看着那幅白显天后男装的画像 觉得低后这故事越发不好原了 东华叫他描了单亲寻人 凤九只好画姑姑男装的样子 东华看了一会画像问众林 我听小白说你家王爷有38岁了 是 那小白16岁就嫁给他了 是 那么大岁数了 娶个小姑娘 没道德 东华自言 众林不敢接话 桌子上还丢着那本追七三十六计 东华看了一会 拿过笔把四面写的什么天使地利 人合了才能亲亲 浓墨意图 改成 想亲就亲 有更生 仪式子时 今日怕又等不到连将军了 他准备回去休息 门口传来副将的声音 连颂推门进来 看见崇利立在一边 你不是无忧伤父的伙计吗 小白叫他跟着照顾我 东华语气里颇有炫耀之意 连颂走进东华 打量他 看着甚是春风得意的样子 我跟小白好了 好了 连颂推掉众林递过来的茶水 你去休息吧 我跟公子说会话 你说好了是什么意思 成公子可知道 成公子被你戴了帽子 成公子伤心欲绝吧 东华看着他笑 你心疼他 人家也是郎才女貌的 要不你放弃 就跟着我吧 东华眼里闪过狡黠的目光 你不是喜欢成公子 你仰着他 圆满 这怎么可能 连颂忽然觉得 成公子的人生很悲催 六个孩子了还被人挖了娘子 估计也快长白头发了 又看着桌子上的画像问 这是谁 哦 帮我找找这个人 找到 就地埋了 东华走到门口又到 明日说是个晴天 我们要去小玉山放纸鸢 你去不去 成公子也去 东华出门后 连将军看着书桌上的画像愣神 找到埋了 这是仇家啊 他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明天去小玉山放纸鸢 他不会要做掉成公子吧 难道东华是个江湖杀手 周堂 连颂吩咐周堂 明日我告假 你去朝上听消息 好 副将觉得将军每次见东华公子 情绪波动都很大 果真情自劳心 一日 东华连颂到无忧商铺时 凤九已经准备好出游的物品 西徽几日没见到爹爹 看见连颂拉着他的手顺势亲切 连颂觉得小孩子很快要失去亲爹了 心中甚是不忍 他发现东华跟凤九很亲近 还拉了一会手 骑马去小律山时 东华带着成娘子和孩子们都做了轿子 他看着白马上成公子的背影 莫名的心疼他 乐马遮了上去 他陪着走了一会 委婉道 这情之一自罪是无理讲的 成公子没理他 连颂觉得话题沉重了 又道 救了不去心的不来 早放下早解脱 成公子乐马贴近他 将军倒是洒脱 如果你娶了我 他日可愿拱手让人 他用那灼灼目光盯着他 靠过来的身体 浅浅地飘着青冷眉香 连颂恍惚 自然不愿 他手拍他的肩 那将军可知我心情 四面后面看得清楚 觉得三殿下历劫那真惨 别搞精神分裂了 几位大神 没一个叫人省心的 头疼 叹气 小玉山风景秀丽 雨后空气清新 山中花木繁多 成玉来过几次 带着众人很快就找了一片开阔的地方 凤九第一次来 成玉拉着他站在山崖一处 跳往英城 东华也跟了过去 连颂帮熙辉解开指认的线后 看向山崖处 猛的一惊 东华跟成公子两个人站在一起 好像在说话 长山被山风吹得左右飘动 将军脚下发软 他想起东华要埋人的心思 把脚向山崖边冲去 连将军动了心思 便越发觉得东华随时会把成公子推下山崖 到底是武将转瞬间就到了成公子身前 成公子 他喊了一声 向前伸手 想拉他 夜雨过后 脚下青苔一滑 他把猛然回身的成公子直直扑了出去 东华眼疾手快 却也只抓住了将军的一片一角 瞬间的事情 连颂却在下落时翻转了身体垫在成公子身下 却不知为何有长风过时 他又被翻转过来压住了成公子 没了刚落下时那瞬间的惊恐 他觉得这姿势好像非常熟悉 风速速在耳边过 他盯着他 手不知何时又抱住了他 一阵哭之断裂声 他抱着成公子落在了一棵大树上 树枝剧烈的颤动着 随着颤动 他贴上了成公子的脸 双唇相触 连颂觉得魂魄出窍 又一阵树枝断裂声 两个人再次下坠 成公子一声闷行 连颂压着他落在了地上 瞬间 他的唇又碰到了成公子 连颂看着他的眼睛 竟一动不能动了 树木间斑驳光影落到他脸上 他的手缓缓向成公子的脸一动 就在他快摸到成公子脸时 树上落下的枯枝砸在了他头上 连颂猛的收手 从成公子身上滚了下去 请客 又猛的半跪起 你受伤了吧 能起来吗 疼吗 成玉看着他那双交集俊美的凤幕 伸出一只手去 将军我疼 连颂接住他伸过来的那只手 身体猛然一紧 一股火苗在身体里乱窜 他平息了下 道 我看看能不能扶你起来 他把手慢慢穿过他的肩 缓缓地把他扮撑了起来 连将军出时慌乱 此刻才看清周边环境 他们掉下来是过了几棵树 又落在了枯叶上 好在土地松软 不然他不敢想 他哪里知道成公子要坠牙呢 成玉抿了嘴 低声道 将军 我被疼 怕是摔破了 成玉喊一声将军 连颂的手抖一次 你看看我背上的伤吧 好 连颂扯下长山的一角 向眼睛蒙去 将军这是干吗 说说不清啊 成公子笑他 将军我是男人啊 他拎着不条 愣正了一下 从肩上帮他退下一山 后背有许多被枯枝滑破的细小伤口 连将军第一次觉得自己无用 怎么叫他垫在了身下 看见一阵心疼 对不起 我狡猾了 成玉也理想过笑意 不怪将军 是我狡猾 连颂仔细的检查 好在无大伤 才放心 手指划过他如玉的肌肤时 脑海里猛然有些意识 落地时碰触到他的胸部 那软软的感觉像是女子啊 他手停在成玉肩上 莫不是自己医症了 还是自己从心底盼望 他是个女子 脑海一片混乱 成玉偷笑着向他怀里倒去 将军我动不了 你得抱我离开这里 他低头看他 心间有如小鹿跳 柔声道 好 连颂抬头看看牙上 自己一个人能攀爬上去 可抱着他肯定不能 只能向山下走 另寻他路 他弯腰抱上成玉 觉得他很轻 心里乱糟糟的不再敢看他 小心地向山下走 山崖上 东华已经退下长山 取出了长剑准备下去寻人 鱼字排开的几个人 除了东华真挤 其他人都在看笑话 组织神还能摔倒自己的小夫君不成 不过 连将军被戏弄一番避免不了 凤九拉东华 重林说那边有条小路 我们还是沿着小路去找 事情发生得太快 东华回想了下 他没听到呼喊声 似是有树枝断裂之声 此时向山下走 他发现山中树木繁茂 地面上落叶深厚 扒开落叶 用手摊了下地面 一颗心放了下来 土是松软的 山中又见不到巨石 将军武艺不低 该无大事 东华拉着凤九的手 安慰 你别担心 这土地松软不会有事 凤九却在想 刚才自己在上面时 怎么没想到氏族掉下去呢 浪费机会 几个人一边喊名字 一边沿路寻找 连颂抱着成公子 缓慢向山下走 落叶华 他不敢再多想 将军 累吗 不累 你这么轻 连颂忽然停下脚步 低头看着他 这样抱你会碰到伤口 我背你 这样你的背会舒服些 他半蹲着身子 成公子伸出手 圈住他的脖子 趴在背上 他的气息浮在耳畔 连颂半公的身子正在原地 那感觉既熟悉又叫他紧张 将军 走了 连颂回过神 觉得自己脑袋被摔出了问题 要不 为何总想他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